马天宇上综艺透露出真实性格,粉丝却说王大陆怎么办,两人关系不简单。 在最近一期综艺拜托了冰箱节目中,嘉宾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流量小生马天宇和王大陆,在节目中,两人的斗嘴引得观众兴趣十足,很多观众都不知道两人私下的关系这么好,马天宇在节目中一直在对王大陆,粉丝大哭原来真实的马天宇是这样的。 马天宇在观众的印象一直都是一个安安静静的美男子,很多观众对他的印象都是非常绅士,话少的男孩子,但是在最近的一期拜托了冰箱,在节目中的马天宇开启了对人模式,粉丝大呼看到了另外一个马天宇,不过很多粉丝表示这样的马天宇好带萌啊。 而一直以幽默搞笑的风格出现在观众饰演的王大陆在私下是一个非常细心的男孩子,也不是很会说话,在与马天宇的相处中,一直被马天宇对,但是却对他没办法,马天宇才是话多的那个人,粉丝直呼这样的王大陆怎么那么可爱。 很多观众都表示马天宇私下怎么会和王大陆关系这么好,其实王凯,马天宇和王大陆三个人在私下的关系都是相当好的,都是以兄弟相衬。 原来三人一起合作了英雄本色2018,一起重新演绎了经典,三人还一起上快乐大本营宣传了电影。 现在三个人的发展在娱乐圈都是非常好的。 马天宇就最近的作品来说,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也是非常频繁的,凭借三国机密之乾隆在渊让很多人看到了他的演技,和郑爽合作的《悲伤逆流》成和即将也要播出,粉丝的呼声也是相当高。 王大陆在综艺的表现得到很多观众的喜欢,他在综艺的幽默感和真实感也为他圈粉不少,凭借现在正在热播从高能少年团第二季收获了不少粉丝,《我的少女时代》作为他的代表作也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王凯就更不用说了,作为娱乐圈的演技派,王凯极演技和颜值于一身,受到很多粉丝的追捧,还参加了跨界歌王,尝试刻不同的风格,拍摄的电视剧和电影也非常受欢迎,很多人都说王凯常得就是一张高级脸,可见王凯在粉丝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马天宇,王凯和王大陆都是流量明星,三人的友谊也非常让人羡慕,更有粉丝表示三人的组合是就是颜值巅峰,马天宇的腿,王凯的手,王大陆的笑容,组合起来就是非常顺眼。 你们最喜欢他们三个人中的谁?你们觉得他们的友情经得起考验吗?